那下一個我們要分享的叫做Sonia 她會藉由她的那個創業的經驗 然後她如何去做到永續經營 我們說創業已經開一個起頭的東西 但是你如何做得好做得久是很重要的 那她會由她特別的方式 然後來介紹說如何要有健康的心情 然後平衡的方式去讓你這個創業可以走得更久 讓我們大家非常歡迎Sonia來跟各位分享 大家好我叫Sonia 創業家了媒或者是entrepreneurs 她是我目前正在進行的一系列的漫畫創作 那她是基於我之前創業的一點經驗 然後來一個比較輕鬆 揮寫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那可能跟實際上坊間一些有關創業的文獻是有一些落差 也跟我之前對創業的想法還蠻差蠻多的 那所以我先大概介紹一下我創業相關的背景 所以相較很多創業很有經驗的前輩可能不是這長的 不過那是一個非常密集的大概1.5年吧 那是在我研究所畢業之後 在芝加哥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我當時就職的一個非營利組織 遇到我那個時候的這個上司 然後兩個人算是還蠻合的 就是一拍即合 然後就一起開始建造這個東西這樣子 那個時候大概努力了非常努力的一段時間 大概有一年吧 然後有一個小小的成就 算是有不錯的開始 就是我們有贏得了一個 一個算是全球的商業企劃的最大獎 然後我們的團隊也是那個時候 開始急速的這個擴張 然後又經過了很多的事情 然後後來又經濟的縮小 然後一直到最後終於終於Lunch了 然後我就大概就覺得那個時候是我任務結束的時候 所以就是到現在這樣子 那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問一下就是大家對創業有些什麼樣的印象跟這個感覺 所以麻煩給我幾個形容詞很快 好 好 這個我倒沒有include 還有嗎 還有嗎 我剛剛都不 夢想 好夢想還有什麼 OK 心臟不夠力 好好好 所以呢 剛剛大家講了幾個好像都跟一些就是 執著啊很刺激啊熱血啊就是心臟不夠力嘛 這個是有關係的 所以其實大家看一看這些形容詞我發現跟一個情景很親近非常的像齁 就是我們第一次陷入愛河的情境 是不是就是那種感覺 我們要不顧一切的往前衝 就是為了得到那個就是賞識這樣子 那通常以這樣的心態從事的事情或者是戀愛 通常都是有什麼樣的下場的一樣幾個形容詞 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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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還有什麼 用於愛 用於愛 OK 我希望如此 還有什麼 慘烈 剛好不堪回首有一個然後慘烈痛心背叛 這種什麼的都是有符合那個剛剛大家所說的 OK 所以以這樣的這個戀愛當作一個analogy 那我想跟大家產生有關創業的幾個觀念 那以我目前正在進行的這個漫畫創作來呈現 希望大家很快的看過一下這個 裡面這個創業家這個這個男生他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 可不可以告訴我 他有沒有生活他有沒有人生 沒有 因為那個這支他的那個co-founder 他的共同創辦人只是想去個健身而已 可是他在那邊記憶歪歪的這樣子 就說自己自己多久沒有進到家人 什麼 所以的我 我有聽過一個創業家他講過一句話 就是說 You'll never look back on the day thinking that Oh thank God I had enough sleep 就是說 對不對 你應該不會就是回想那一天說 還好我有睡得夠好 大家通常會會想到的都是你熬夜那天 你奮鬥的那天 你過得很苦的那一天對不對 可是我要說的是你生活中有很多東西 都是 都是跟空氣一樣空氣重不重要 很重要對不對 沒有他會怎麼樣 會掛掉對不對 那所以以物質上來講我們所謂的空氣有 像 陽光空氣啊花水啊什麼還有你要吃飽嗎對不對 這種都是都是物質上像空氣一樣的東西 那如果是心靈上呢有什麼東西 友情 戴情情情對不對 那所以這些東西沒有你也是會心理上非常的匱乏 那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在工作 大概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一個月甚至更久 你講出的話你一見過的人沒有一件事情是工作沒有相關的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你喜歡自己嗎 在那個時候 你感覺怎麼樣你看到鏡子的時候你是什麼樣的感覺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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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只要你忽視了你這些需求 你就沒有辦法正常的運作 當你沒有辦法正常運作的時候 你不要說是可以做正常的思考跟邏輯判斷 你這些都沒有辦法做好 你更不要說創新的 所以這就是他對創業的重要 所以請重視你是人類這個事實 第二個 這個有點長 所以我很快的我一邊講到一邊看 所以基於剛剛所說的 當你是這個生理跟心理上都是匱乏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一個狀態 我直接稱它為腦殘 那腦殘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人類有那個左腦跟右腦 右腦是作為這個一個縱觀能力 跟對美好事物的一個 appreciation 那左腦的話就是 這等於是跟電腦一樣做一個邏輯判斷 是錯是錯這樣子對不對 那所以當你沒有了跟美好事物的接觸 基本上你就跟一個電腦一樣 你看到的一切東西 你就是跟電腦一樣 你會不斷的在這邊出現一個對話框 燈燈燈燈這樣對不對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就會陷入這個見數不見零的狀態 所以其實創業就很像你在讀一個博士 因為其實博士這個翻譯是有點 不是很精確一個PhD其實就在做什麼 就是在專研一個只有你自己知道最多的領域 你一直專一直專一直專一直往那個洞裡面專 所以有不管是小是大的東西都會被你無限放大 那這個時候大家都會陷入一些就是無限迴圈 這個到底對不對 那個到底對不對 其實很多你那麼熱血那麼執著在討論的東西 很多根本都不重要 對你的終端使用者一點幫助都沒有 你的那個graphic少幾個pixel 你的包裝紙太不漂亮這些東西 你當時那邊正半天其實可能根本都不重要 好所以第二個就是不要腦殘 那第三個點呢就是我想要講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這個相處 這個不但適用在這個創業的合夥關係當中 也適用於在這個勇氣啊愛情啊跟親近當中 那所以我想當你每個人身上都有一些特質 是讓你第一次見到的時候你會感覺很新鮮 那所以有的時候就是一click就會讓你覺得啊這個人是我 想要想要一起創業的人想要或者是想要攜手共度一生的人 對不對 那可是這個東西一天兩天三天可能都還很新鮮 可是到了時間一久 尤其是創業這樣高壓高公時的環境 這些好的特質你還會看到嗎 不會對不對 你已經開始習以為常了 可是相對的你會對那些對方不好的地方 而且缺點就無限擴大對吧 那所以通常感情走到那樣的地步 不管是什麼樣的這個關係 通常到這個地步 無論是什麼樣的溝通都很難 在那個修補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呢 我沒有辦法直接告訴你怎麼辦 我只能說 所以當你想著要怎麼找一個最好的partner 最能幹的partner 你要想好的是要怎麼建造一個健康的互動的關係 所以我的第三個觀念就是保持距離就是美 所以最後就是 如果想要看更多關於創業的一些想法 歡迎上這個網站entrepreneurs.com 它是一個中英文的網站 所以最後的結語是請正視自己是人類這個事實 因為當你想要活的那麼熱血 想要就是 衝往你人生的第一桶金 你只是把自己放在北韓 然後告訴自己 這是世界上最棒的地方 現在是沒有辦法撐得了多久了 因為那只能帶你到一個短程的里程碑 那可是人生是一個長跑 你不能把你的力氣都在第一個里程碑用盡 因為到時候你就是等著被別人來代替的 OK 好 那我的分享就這樣 謝謝大家 非常感謝Sonia的分享 她的分享就是有她的創業故事 得心有 是要想 你消息 我要跟你的主持人謝謝 好 這邊我要講 我端段 端段給我端段30秒就好 剛剛跟我們分享的這位林小姐 是Google Search Story 她在台灣去年的時候有被選出來 其中分享了一位 她的故事就是在美國做人類銀行嗎 對不對 然後有得到冠軍 所以大家回去搜尋林榕如 這三個字 在Google Search Story裡面 你會看到她的故事 我會特地講這件事情是因為 剛剛一個朋友跟我講 這個人有來 我嚇了一跳 因為在選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人在場 對 非常酷 對 請大家回去搜尋Google的 就是 去年的一系列的廣告 對 我們 再給林小姐一位掌聲好不好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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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